躲在门后的鬼魂 一名外国youtuber 时常发现他家一直发生奇怪的事 尤其是家里的厕所 有时厕所的门把会自己移动 像是有人在厕所里 可当他打开厕所时 却没人在里面 困在山东的灵魂 一名外国youtuber 时常都会去一些废矿探险 这天他和他朋友到了一个废弃的金矿 该矿的历史可追溯到1900年 当时的他拿着手电筒 沿着矿山的隧道前进时 突然手电筒照射到 像是一个人影在他面前 当他转过身时 人影又不见了 身后的鬼魂 一名youtube灵异探险频道 Paranormal Alex 到一间英国乡村飞去的餐厅 进行探陵 由于这间餐厅一直都找不到买家 而荒废至今 当他们准备进行灵异沟通时 突然像是有人向他们丢酒瓶 过后恐怖的事情就不间断发生 当他请求灵异先生时 身后像是有一个人从他后面走过 我也想参加拍对 在巴西圣保罗的四个朋友 打算在家里开拍对 其中一人用摄像机 记录下当天拍对的情况 当拍对接近尾声时 他拍到厨房后 在没人情况下 像有个人走了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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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KTV俱乐部 台湾一名YouTuber秦明 到了一间废弃的KTV俱乐部 据说这间俱乐部发生许多打斗事件 以及有人在这吸毒过量导致不幸身亡 KTV发生火灾后 就荒废至今 之后就发生了许多灵异事件 之前秦明的朋友有来过这探林 他朋友告诉他其中一间化妆室门后 像是站着一个人敲打着门 他决定来测试他朋友说的故事 他就说 他走过来之后 他看到这个镜子 这个化妆室 他觉得后面有一个人站着 当下他就二话不说马上赶快离开 然后呢 他就希望我来这个地方 去询问清楚说 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站远 然后他真的很怀疑说 那个敲门声是就从这个地方传来的 那我现在试着敲门看看 他先敲了一下门 看会不会有回应 突然 像是有人敲门回应他 对啊 没有声音 有没有听到 当他用仪器与灵体沟通时 突然像是一只小手 从空荡的化妆室里面 压在门上 当清明问问题时 那只手又消失了 您看会不会温庞 在那边 是